緬甸軍方禁止部份城鎮舉行示威 及宣布會重新大選後 仍然有民眾上街抗議 警方出動水炮驅散示威者 並且向天開槍示警 據報至少有20多人被捕 在首都內比都 警方向高叫口號 及高舉手勢的示威者發射水炮驅散 據報多人受傷 在最大城市仰光 及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等 亦有示威抗議軍方奪權 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 昨晚表明會重新舉行大選 將權力移交給新政府 但沒有提到時間表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星期五會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緬甸局勢 會議由英國和歐盟發起 支持的包括大多數西方成員國 還有日本、南韓 和剛剛宣佈以觀察員身份 重新加入的美國 外交人士透露 正是討論一項決議草案 提交會議通過 還有沒有提交會議 這支出的解決方法 這支出的解決方法 是十分之一 可惡的解決方法 用歐盟發起